看到烏克蘭拿著西方的武器來針對俄羅斯本土 用它的中遠程武器做攻擊 針對此看到的是俄羅斯這一回 也發動了一個強烈的空襲來做回應 特別我們要來關心 是在11月21號這一天 對烏克蘭發動的猛烈攻擊 針對的就是這個紅字我們這邊看到的 蒂涅伯羅斯來進行大規模的飛彈攻擊 這一次攻擊總共是達到了9枚的飛彈 而總統普丁他也證實這9枚當中飛彈 其中有一枚就是最新型的真果樹 即因素的中程飛彈 針對真果樹這一款武器 目前我們看到在這些公開資訊裡面 都沒有太多的描述 但是根據普丁目前的說法 普丁他特別提到了不管是速度的上面 是非常高的可以達到10馬赫 沒有任何防空系統現在能夠把這款飛彈 給攔截下來 不過YG也猜測真果樹有沒有可能 它其實就是RS-26邊界飛彈 它的中程新的版本呢 好 我們看到這款神秘的飛彈 普丁他自己都公開說了這個飛彈 就是真果樹飛彈 從現有的資訊來看 這款武器會是邊界飛彈的改良型 還是它是另外一款全新所研發出來的飛彈 紀元總編怎麼看 知名 這次用中程飛彈來進行攻擊 確實顯示俄乌戰爭又向上升高到一個新的台階 尤其是前幾天我們看到 哲連斯基烏克蘭方面發佈 俄羅斯發射洲際彈道飛彈攻擊烏克蘭的城市 這讓大家嚇了一跳 因為過去以來戰爭裡面 從未動用過洲際飛彈打擊對手的城市 雖然他用的是常規的彈頭 但是大概一天多以後 事實上連普京都跳出來自己承認 自己這個辟謠說我們用的不是中程飛彈 而是用一種新型的超高音速的中程飛彈 而且大家開始收集了 俄羅斯這次發射到底是何方神神 什麼樣型號的新型飛彈 但根據目前所知其實資料還不多 但普遍國際上的分析是 這個真果樹這個中程飛彈 是由它所謂的RS-26邊界這種中程飛彈修改過來 而RS-26過去以來大概發展十幾年 但沒有付諸量產 而這個RS-26事實上很有意思 它帶有洲際飛彈的這種基因 它的前身是屬於雅爾斯洲際機動式的彈道飛彈 也因此它本身它是具備洲際飛彈的潛能 只是後來因為這個美俄對於中導條約 事實上我們知道產生了很多分歧 後來美國單方面退出以後 這個中導條約就沒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美國後來發展出提風 所謂中導系統 而俄羅斯顯然在這個方面 它也開始改變政策 要重點研發多類型的中程彈道飛彈 可能大家是想我飛彈庫裡面那麼多武器 有洲際飛彈 有短程的戰術飛彈 有巡弋飛彈 各種飛彈有 為什麼要中程彈道飛彈 我為大家報告一下 中程飛彈它最大好處 它只有威力強 突防力強 而且它沒有洲際飛彈那麼高的價格 因此綜合成本要低很多 因此對俄羅斯來講 它未來要應對北約對它的威脅 發展中程彈道飛彈或者類似1980年代SS-20這種飛彈 是有其必要的 不像俄羅斯戰爭一系列戰局顯示 它的很多巡弋飛彈因為是次因素 很容易被烏軍的北約防空系統所擊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過去以來 包括什麼KS-101 KH-55 還有多型這種口徑式的巡弋飛彈 烏軍都宣稱我有極高的擊墜紀錄 但對於像匕首對於像這次這個真果樹 那烏軍它的攔截能力大幅降低 尤其是這次真果樹 它號稱音速10馬赫以上的速度 對於烏軍現有的防空體系來講 要有效的擊落其實困難度很大 因此它這個飛彈我認為 當然它只是測試中 因為還沒有研發完成 只是俄軍為了基於說烏軍把這個 ATSMS還有英國的風暴之影 都拿來對俄羅斯本土內的目標實施攻擊 因此它這樣的一個把試驗用的飛彈 用於實際戰爭它有幾層目的 第一個我反擊的升級 第二個代表了我這種飛彈是核長兼備 對我今天帶常規彈頭 我也可以用核彈頭 代表警告西方國家 未來可能把戰軍升高到核戰爭 因此它這個動作既有警告的意涵 事實上也有對於烏軍 目前無力攔截這種飛彈 予以有效的打擊 因此它的這個目的和影響 都是多重層面 那要看看烏軍未來會不會適可而止 那減少對於俄羅斯本土的飛彈攻擊 如果還是質疑如此 持續發動更多頻次的攻擊 我認為俄國人在反應上來講 他可能會把它的反應強度 更往上面提高幾個級別 好聽起來這個它的速度非常快 史馬赫然後戰力也非常的強 真的真果樹是沒有任何這個防通系統 是可以把它攔下來的 所以我們持續來聚焦在武器面 因為這次俄羅斯它使用到的武器非常的多 除了我們剛剛特別提到的真果樹之外 它總共也發射了很多的飛彈的攻擊 好先來看到 那包括了真果樹是從阿斯特拉罕州 當時就是這樣發射出去的之外 好其他飛彈的部分 我們帶觀眾朋友來看到 包括俄羅斯它還發射了一枚 是由米格31戰機發射的這一款是匕首飛彈 代號是KH-47M2 那另外還有7枚是由轟炸機 它所發射出來的KH-101的巡弋飛彈 真果樹剛剛就如這個總編特別幫我們講的 雖然它這次使用的是常規彈頭 但確實它也可以攜帶核彈頭 所以打起來 未來可能引爆的就是核戰 再來就是說它也可以搭載其他核彈的 這些彈道飛彈 我們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 畫面上看到包括這一款叫做白羊 還有另外一款叫做亞爾斯的彈道飛彈 也都可以搭配核彈 所以可以看到現在俄羅斯它的選項真的是非常的多 為什麼這一次普丁要派出這麼多類型的這種飛彈 來做攻擊烏克蘭 是要展示它的核打擊能力嗎 還是他要向澤倫斯基展現說 它的飛彈種類是真的非常齊全的 另外我們知道這幾天 包括了美國它用它的ATA CMS 那英國用暴風影做攻擊 是否也針對英國跟美國的部分 俄羅斯這次要做回應 大使怎麼解讀 當然這次俄羅斯這次九枚飛彈裡面 有一枚是這個 這個後來證明是真果樹 當然可是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它射程的距離很遠 所以很多就在猜說 歐美的媒體一片報導都說是洲際飛彈 那不過怎麼說就是說 這一個飛彈打完以後 普丁昨天他出來 這個接受訪問 在電視上講了很多 他基本上就是他講 他這一次這個試射 不是試射 實際上是用飛彈攻擊 烏克蘭的目標 那他主要 第一個他特別強調 他這一枚這個 這個真果樹飛彈 他是說完全無法攔截 就是說以歐美的現有的 任何的體系是無法攔截的 那第二個他也再度強調 任何對 俄羅斯的任何的 升高的這種攻擊 俄羅斯是100%一定回應 所以他這一次這個 把這個真果樹飛彈一起拿來打 這個烏克蘭戰場 第一次用來打烏克蘭戰場 境內的目標 在接下來 那烏克蘭又用英國的 這個風暴陰影 這個飛彈 也是打俄國 俄羅斯本土的目標 這兩次的攻擊的一次 等於說一個總的回應 那當這個飛彈 剛剛這個跟金文雄講的一樣 就是說他可以載的是這個 盒子彈頭 對 盒彈頭 而在這個之前 那麼普丁也剛剛修改了 他們俄羅斯使用核武的門檻 使用門檻往下降 所以接著就發生了 這些一連串的事情 所以這個整個來講的話 現在一般的外界都認為 俄武戰爭在這幾天之內 就是快速的升級 對 那甚至西方國家 他們的報導都非常擔憂 這個是不是第三次試駕彈 可能會因此而觸發 所以這個等於說 情勢非常非常的緊張 那我想這個普丁 他特別在這個時候 他也特別出來舉行記者會 做了相當長的一個論述 那我想基本上就是 表達一個決心 就是說任何人如果 對俄羅斯的國家安全 這樣進行威脅的話 俄羅斯是絕對報復 而且現在的報復手法 可以說已經沒有上線了 所以這兩天像紐約時報 他們也做了一個報導 專題報導 它就是說是對俄羅斯而言 那麼核武 那麼核子武器 是俄羅斯最終的 談判使用的籌碼 也就是今天在這個俄烏 這個戰爭 雙方如果進行談判的話 最終的籌碼 對俄羅斯來就是核武 那麼如果沒有核武的話 事實上的話 那西方國家不會這麼顧忌 這個俄羅斯到目前為止 那麼沒有派一兵一組 進入到戰場 所以在這個拜登即將下台之際 他把這個戰爭突然提升 允許這個周恩斯基使用 這個西方的武器 去攻擊俄羅斯的本土 那麼事實上是俄烏戰爭的戰局 等於說是立刻 這種非常劇烈的升級 那大家都也很擔心 這個下一步是怎麼回事 所以離拜登下台還有 大概兩個月吧 這兩個月裡面 那麼拜登老先生 他還要做什麼事情 那真的很難說 真的很難說 那所以我覺得現在俄羅斯 也是相當相當的緊張 那甚至俄羅斯的這個 非常高層政治人物 用道德喊話來勸一下拜登 他說拜登先生你八十幾歲了 意思說你這麼大年紀了 你幹嘛要把這個世界推到 第三次大戰的邊緣 剩下的都是比你年輕的人 你要他們怎麼過下去 對確實 所以這個情勢真的 在拜登下台還有兩個月之前 覺得我們這個世界 看起來好像越來越不平靜 好俄烏戰爭現在持續的升高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場戰爭打到最後 最終就會是核武 會不會引爆第三次的世界大戰 等一下我們節目另外一節 會有更詳細的分析 不過我們現在來看到 剛剛提到的這個 歐美媒體一直在說的這一款 真果樹 他們說是洲際彈道飛彈 到底是不是 我們持續來關心 因為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他說 目前從不管是速度啊 高度的參數來做判斷 他認為真果樹 它就是洲際彈道飛彈 不過這次攻擊 比較吊詭的事情是 因為俄羅斯這次做的攻擊 它的攻擊的地點是從這個 阿斯特拉罕州到蒂涅伯羅斯 但是這個兩個地方的距離之間 我們看到畫面上 其實不長 就是一千兩百公里左右 主要的可以關注的點 就是因為洲際彈道飛彈 它是比較長城的 射程至少要達到六千公里以上 所以如果我現在只有 短短的一千兩百公里 我真的需要用到洲際彈道飛彈嗎 那如果真的證實啦 真果樹如果真的是 洲際彈道飛彈的話 就也很嚴重了 這是歷史上首次有國家 它遭到洲際彈道飛彈的攻擊 所以到底它有沒有必要 普丁有需要用到洲際彈道飛彈嗎 李永老老師怎麼解讀 是 即便這一次 真果樹飛彈 它未必是我們認知的 洲際彈道飛彈 但就是說也有類似 洲際彈道飛彈的一些相關性質 比如說它可以在核彈頭等等 那即便這一次不是洲際彈道飛彈 但也沒有辦法去推測 以後俄羅斯不會真的用洲際彈道飛彈 因為畢竟用洲際彈道飛彈來講的話 在俄羅斯的一個戰略上面 它會有一定程度的效果 那第一個效果來講的話 就是可以達到武力振折的一種效果 或是心理戰的一個效果 因為畢竟烏克蘭在美國的一個授權之下 也把戰爭拉高了 那所以俄羅斯它的一個戰略邏輯 一定是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嘛 那所以等於就是說 我藉由這樣的一個類似洲際彈道飛彈 然後讓大家去討論 這個到底是不是洲際彈道飛彈 等於是某種程度預測我未來 可能不排除使用洲際彈道飛彈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就會對烏克蘭產生非常大的 一個心理上面的一種壓力 同時也會對美國跟北約國家 產生非常大的一個壓力 那俄羅斯也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去測試美國跟北約國家 它的一些態度或者是底線 是第一個戰略上的一個脈絡 那第二個戰略上的脈絡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俄羅斯他其實還是希望能夠有速戰速決 這樣的一種可能性 因為畢竟川普如果上台的話 那個變數太多 俄羅斯普丁也沒有辦法完全掌控 那所以呢把這樣算是把這個整個的一個戰事 拉高的話 其實如果能夠短時間 就獲得比較多的一個戰爭上面的一個果實來講的話 也能夠增加俄羅斯他自己本身的一個 談判的一個籌碼 那第三個來講的話 可能是俄羅斯在整個武器使用 傳統的一個火箭彈的一個系統上面來講的話 他認為沒有辦法充分的達到 他所要達到的一個戰略的一個目標 那所以呢日後如果真的用洲際彈道飛彈 去進行這整個戰爭上面的一個互動來講的話 也是某種程度的一個能夠達到他戰略標效的一個方式 或者也能夠針對洲際彈道飛彈去進行 比較有效的一個實測 那第四個其實我覺得有出國轉內銷 去鞏固他自己本身執政權這樣的一個考量 也就是說在你整個戰事拉高的一個過程中間 我俄羅斯勢必要鞏固內部 我藉由這些相關可能的一個操作 都能夠強化我的整個信心 堅決要處理這樣的一個 控制這樣的一個態勢的一個信心 然後去爭取國內對他這個穩定的一個支持 那烏克蘭的一個面向 這次為什麼放出是洲際彈道飛彈這樣的一個訊息 當然是第一個 他想爭取更多的國際支持跟澳元 因為洲際彈道飛彈這樣的一個概念 大家都很清楚了解 它是大規模的一個毀滅武器的一個概念 它等於是一個準核戰的一個先生 那所以呢你今天欺負我那麼小的一個烏克蘭 你既然用到這種5G來講的話 孰可忍孰不可忍 他希望能夠去產生這個國際上面 對烏克蘭強力支持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第二個他也希望藉由這樣的一個國際的宣傳 去形述它是一個受害者症候群這樣的一個感覺 你看俄羅斯一直在欺負我烏克蘭 欺負我澤倫斯基 他希望能夠去產生這樣的一種國際上面同情烏克蘭這樣的一種效果 他當然也希望能夠去藉由剛剛我們講的一些相關的策略 去鞏固他內部自己本身的一個執政權 因為假設說執政權都不穩定來講的話 你這一場戰役可能必輸無疑 那在日後川普上台的談判桌上的談判 他也會陷入明顯的一個弱勢 到現在已經超過1000天了 那克公確實現在看起來是有提出一些停戰的方案 所以可能會有往這樣子的一個方向來走嗎 我們來看到這一位是來自於他很了解克公的這個消息人士透露 說普丁他對於和川普討論停火協議是持開放的態度的 但是他不願意有任何重大的領土讓步 他特別提到烏東的四個地區 在地圖上我們特別來看到這四個地區的劃分 他認為是還有這個談判的空間的 好這四個地區 畫面上我們看到這個黃色的地圖 特別圈起來的幾個地方 包括了頓內茨克、盧甘斯克 跟扎波、羅勒跟赫爾松 都是普丁認為說 欸接下來還可以在這個土地的劃分上 多一點點的空間的 那另外呢剛剛提到了說 普丁的這個和平方案嘛 那克公的發言人也直言說 俄國想要的和平方案 其實呢就是2022年3月 當時為伊斯坦堡合會準備的提議 作為基礎的 那這當中他對烏克蘭就有非常多的要求 然後或者說 欸烏克蘭你的軍隊啊 必須要銳減你的軍隊的人數數量 然後政治立場上你得保持中立 不加入任何一方區域聯盟 重點是絕對不可以部署外國武器等等 那烏克蘭就認為說 欸你俄羅斯提出這樣子的一個條件 等於是阻斷我們日後可以加入歐盟 或者是北約的一些機會 還會進一步削弱烏克蘭的國防 只會讓俄羅斯更容易去準備 下一次來全面的進攻烏克蘭 烏克蘭覺得這件事情並不公平 那我們要來特別看到 這次克公拋出的停戰協議 欸看起來終於是 欸比較具體了一些了 在可以說大規模 俄羅斯發動大規模攻擊前 這個停戰協議委員定如何看可行嗎 每一個停戰協議幾乎都不可行 因為雙方面沒辦法搭著協議 就沒辦法所謂的和平協議 既然沒有和平協議的話 就只能有往下降一步 叫停火協議 或者甚至更往下降一下 簡簡單單的戰場協議 戰場協議就表示我隨時可以 開動戰爭 但是我們先以這個東西 把兩方面軍隊隔開 那個叫戰場協議 那停火協議就是不再打了 那和平協議是我們永遠不再打了 所以我們把它分成三個城市來看待 沒有錯啦 2022年3月的伊斯坦堡會議 的確有達成和平協議的草案 後來是美國總統拜登不同意 這個就胎死腹中 就開始進行打 從2022年到現在2024年 烏克蘭的慘狀大家都看到了 所以千金難買早吃到 所以只能這麼蓋彈烏克蘭自己的悲慘命運 是自己製造出來的 那你說俄羅斯要求這個東西 也許烏克蘭面子很掛不住 可是畢竟實力還在啊 現在是實力不在 要面子就很困難了 所以這個普丁現在開出來的 這四個州的精確劃分 什麼精確劃分啊 其實普丁的方案根本就是到地內薄荷案啊 沒有什麼精確劃分不精確劃分啊 那現在正在努力的進攻當中 你未來要談判的時候 他一定是邊打邊談 而且談談打打打打談談 俄羅斯不會挺的 因為現在烏克蘭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利器 你即使美國跟歐洲 還要再花這麼多錢給烏克蘭嗎 也是利有未待 只能把老舊的武器給他 在接下來如果普丁真的有核威者方案 而且不要到了真正用的時候 就直接了當派兵去轟炸波蘭的美軍基地 或者轟炸這個德國的這個美軍基地 那下一波他在說 你再來我就用核子武器攻擊你 這是一個普丁的兩階段的運作 我先攻擊你 用常規武器攻擊你看你的反應 因為你用你的常規武器打我嘛 我用常規武器先攻擊你 如果你反擊我叫核子武器就出去了 大概是普丁目前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這個在談判上是很有用的 就會逼美國如果真的想要撤軍要停戰的話 美國就會逼烏克蘭賦更大代價 其實也不是逼烏克蘭 烏克蘭才沒有這樣 除了哲倫斯基那張嘴巴還沒死 就死光了啦 所以也沒什麼好談的啦 所以我是覺得 現在是美俄兩國在角力當中 那到底美國那麼賺到便宜 我不知道 因為川普急著要脫離俄物戰場 要專心在這個以色列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所謂的目前只要輔助 台面的停戰方案都不可行 因為俄羅斯的進展攻擊速度 正在加快當中 好所以看起來兩邊的落差 俄物的落差在談判上面 還是有很大的落差 不過接下來確實啊 川普他是很想要趕快停戰的 那剛剛我也特別提到了說 這個克工的消息人士嘛 他不是說了嗎 他說普丁對於和川普討論 是不能聽我協議支持開放的態度的 那羅斯怎麼看這件事情 現在看起來是只有川普可以來解決嗎 普丁現在是塑造一種 他只跟川普談的一個氛圍嗎 我們都有聽過川普說 我一天之內就能解決 那是不是真的 我們要等到1月20號才知道 因為他1月20號正式就任 但是不管是川普和普丁 他們知道一件事情 美國可以向烏格蘭施壓 怎麼施壓不再提供武器 真的是帶給烏格蘭很大的壓力 戰場的壓力 但是美國也不能向俄羅斯施壓 因為美國也沒有提供俄羅斯武器 對不對 然後美國已經制裁 可以制裁就已經制裁了 所以其實美國方面 對俄羅斯某個程度上 只能使出善意 比如說解決一些制裁 那普丁、川普也都知道 而且川普也有 我相信到時候會說到他的團隊 就是外交、國防裡面的團隊 他們會向川普總統施壓 一直說我們真正的敵人 不是俄羅斯 是中國大陸 所以我們要趕快解決俄武戰爭 然後把更多的焦點放在印太地區 跟中國大陸 剛剛羅斯幫我們提到 現在焦點還是在中國大陸 時空被檢確實跟當時也不一樣 川普這次第二任回去做白宮 他跟普丁之間的關係有所改變了嗎 我覺得沒有太大的改變 因為川普一直說我跟普丁 我很合得來 有交好朋友 其實他對很多人這樣說 習近平、金正恩都有這樣說 但是他真的認為他個人跟普丁 沒有什麼個人的恩怨 他真的認為我跟這個強國 一個powerful country的領導人 我都合得來 所以我相信川普他說我一天之內 這個不是他炫耀或亂講 他真的相信他一天之內能解決問題 會說服兩個國家 穆克蘭跟俄羅斯達成 至少一個停火協議 暫時的停火協議 但是我相信到時候 就是明年1月20號之後 他一定會向斯林斯基總統施壓 而且斯林斯基到時候是沒辦法拒絕 因為美國總統川普會說 你不參加和平談話 你不回到和平談判之後的話 就沒有再給你武器了 所以真的不是普丁會受到川普的壓力 是斯林斯基會受到川普總統的壓力 好 所以這場戰爭如何停 就是考驗著接下來領導人他們的政治的智慧 不過我們也來看到第一線戰場上 這個武器的部分 但接下來普丁他還有哪一些實質的策略 剛剛說了嘛 這個核武會不會打 接下來都要看普丁他怎麼做 不過他其實呢 不一定要用上核武 因為他的其實目前看起來選項 還是有非常多的 他有什麼選項 我們今天要來看到的就是這款武器 這是由俄羅斯軍備製造局生產的 畫面上我們看到這一款 是伊斯坎德爾發射器 好 稍微了解一下 他能夠攜帶兩枚的導彈 然後配備各種常規武器跟核武器來做攻擊 而且他的這個 援蓋率非常的低 等級是落在30到70米之間 如果配備自導系統的時候是更精準了 5到7米 那射程的部分 從最低可以達到50到最高 可以達到500左右公里 那衍生出了核彈頭 同時也能夠選擇搭配的是核彈頭 我們請教賴老師 如何看這一款武器的戰力 為什麼都還部署到這個白俄羅斯的部分 他原本都有賣到白俄羅斯 他有賣給這個亞美尼亞 或是那個阿爾吉利亞 他都有賣 而且他事實上這款武器在戰場中 也已經經歷過戰爭的洗禮了 例如說當時俄羅斯打喬治亞 大陸分成戈爾吉爾 那麼在那個地方的時候也用過 敘利亞內戰也用過 還有亞美尼亞跟亞撒拜然 那麼互打的時候也用過這款武器 在這次的烏克蘭戰爭中 俄國也有用過 這款武器它的彈頭比較重 它有480公斤到700公斤 可以裝這麼重的彈頭 而且它飛得比較遠 另外它飛得比較快 它可以飛到超音速 就超過一馬赫的一個因素 由於它是一個彈道導彈 拋物線的原理 所以它是短程的 飛得又快的話 你要發現它 到把它攔截比較困難 對 所以它的殺傷力跟威責力 就比較強了 它不只可以裝 就是你剛剛講的急速炸藥 就是空爆型的 那麼炸比較大的面積 它本身也可以裝核彈頭 它也可以裝這個電子脈衝 所以它在過去的戰爭中 有打掉過這個 愛國者2跟愛國者3的這個紀錄 換言之以說它的電子脈衝 可以使這個I2I3 它們本身的這個雷達系統受到癱瘓 然後它再進行攻擊 您剛剛講的它如果透過衛星 透過製導 甚至透過無人機的導引 甚至透過間諜 也就是特工人員 那麼滲入到前線的時候 炮兵他們觀察 然後給它定點指引它 它的精準度會更高 甚至到3米4米左右 所以它這款導彈 基本上是好用的一個武器 陸軍所使用的 為什麼俄國突然間要展示這個武器 而且要在白俄羅斯 其實它是已經有釋放出信號了 也就是說它等於是不排除 它會用核彈頭了 也就是說普丁他在這段時間內 一直在做動作 就是說我可能會用核彈頭 而這個核彈頭是戰術性的核彈頭 是你沒有辦法攔截的核彈頭 那問題就還是來自於 是額詐還是違則 那如果說你相信它了 你害怕了 所以你把你的戰場把它局速度 你給烏克蘭的武器 你又把它限制住 那這樣的話 就是違則就產生效果了 可是如果按照目前的情況來看的話 我已經開始在採你的紅線 而且採那麼一點點 就看你怎麼回應的時候 那這個當然就要看普丁的下一個動作 普丁的下一個動作 如果說他回應了讓對方痛 那對方可能就會想說 你在升級了 你是真的會使用 這個時候 威責又產生效果了 所以 額詐威責 額詐威責是不斷地在玩 但是我覺得人類的愚蠢是玩到最後 就一把不可收拾 現在川普上任前戲 我們看到二武兩方 剛剛談了非常多 舟機彈道飛彈 核武都有可能用上來 所以看到雙方的戰力已經越來越強烈 而且非常陷入膠著的 有沒有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就是這一節要來特別關心的 這位是烏克蘭駐英國的大使 他同時也是前武裝部隊總司令 他叫做扎盧茲尼 11月21號這一天他特別表態 他認為現在第三次世界大戰 已經在今年開始了 原因他看到有幾個原因 首先是俄羅斯的專制威權盟友 已經直接參與攻擊烏克蘭了 其實這邊指的就是 這個北韓的士兵在這個當中 另外他也提到了說 除了北韓的部分有參與之外 還有伊朗武器的方面 有伊朗的自殺無人機 又有中國制的炮彈等等 所以他也認為說 現在很多的軍官都跟他一樣 都同意說他是這樣講的 我們一直預期會發生的世界大戰 已經展開了 這個世界必須要為此 來特別做好準備 但是這位大使 他有沒有在渲染 這個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種戰爭上面的威脅 來獲取西方的一些 不管是人員 或者是武力上的協助呢 在這邊我們也特別看到 中國大陸的角色 他是不是有刻意 把中國大陸給拖下水 大使有怎麼解讀 當然這個他的責任 就是要把英國拖下水 那麼把英國拖下水 也把西方國家都拖下水 所以扎奴之妮這個說法 是非常誇張的 其實我們就現在到目前為止 這場戰爭來講的話 是各國都有參與 而且主要是西方國家在參與的 就是北約國家 美國還有俄羅斯 就是烏克蘭參與的這些 這場戰爭 這場戰爭 這場戰爭不是世界大戰 這場戰爭是 戰場是縮現在一個國家 單一國家的戰爭 那麼他被包裝成是兩個國家的邊境戰爭 所以呢 那事實上也是一個邊境戰爭 那我覺得烏克蘭駐英國大使 這場戰爭是幻想說 這個戰爭已經變成 各國都已經被捲進來的一場戰爭 因為這個對烏克蘭最有利 烏克蘭想要全世界來一起對抗俄羅斯 可是現在基本上看起來是全世界 都在利用烏克蘭來對抗俄羅斯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他的想法是他的理想 可是現實是很殘酷的 那我沒有看到任何美軍 不知道有沒有正式美軍 穿美軍軍服在這場戰爭中傷亡 沒有嘛 連歐盟的國家也沒有 很多都是可能都是僱用軍的身份而已 那我覺得他特別提到這個 伊朗製造的自殺無人機 還有中國製造炮彈 不曉得他有沒有實際的這個證據證明 因為每一次這個 每一次這個烏克蘭 在被他轟擊以後 他會把那些彈片殘骸 他都會收集的 那他都會來證明 這個是你用什麼武器打我 那這裡面好像目前沒止 我看他沒有找到任何證據 那即使是說有這個北韓的士兵參戰 如果說戰場有被俘 或者說有發掘北韓士兵的屍體的話 那我想那也是一個很明確的證據 那所以目前看起來我覺得 扎盧茲尼可能想像的成分很多 那不過他可能沒有看清楚 其實現在受到最大損失 他所謂的他口中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應該大家都受損失 那是數百萬的難民 然後一個殘破的烏克蘭自己的國土 然後幾十萬軍民的傷亡 尤其烏克蘭士兵的傷亡 那都是烏克蘭的損失 那這個怎麼樣能定義成世界大戰呢 而且現在這場戰爭為什麼會突然升高 很大的原因 因為美國下一任總統不想打 那很快就要截止了 很快要結束了 因為就這個川普來講 他的競選的時候最重要的政見 就是要結束俄武戰爭 誰都知道這場戰爭沒有美國的支持 你扎盧茲尼 你這個俄羅斯烏克蘭拿什麼打 他沒有一樣武器是自己製造的 連彈藥都是靠別人 所以美國的這些資源沒有的話 他怎麼打 所以這場戰爭事實上很快會結束 什麼時候結束呢 就是等這個川普上任以後 他自己曾經講過 我上任的時候 我24小時就可以結束這場戰爭 那怎麼結束他沒講 可是呢 大家都這樣很快就要結束了 那當然也有人不想讓這場戰爭結束 包括現在的美國還沒卸任 還沒任完的總統 那個拜登 所以他把這個戰爭突然把它升高 那顯然是讓這個川普 將來要結束戰爭難度高一點 不過再怎麼樣 還有兩個月 那其實就是說 目前看起來其實 看起來普丁也不太想上這個盪 也就是說你雖然你的陸軍戰術飛彈 你的這個英國的風暴陰影 也都打到俄羅斯本土了 可是他也看得很清楚 因為風暴陰影的射程是250公里 他是空對地的飛彈 那麼另外一個呢 就是陸軍戰術導彈的這個射程是300公里 那這樣子的武器用到這個 今天俄乌戰場上來的話 他改變戰局的可能性還是很小的 是 只是性質有一點變 是 可是在實質上 你說今天這個好像就這樣子的改變 烏克蘭軍隊就像吃了大力丸 可以長驅植入 那是不是事實 是 好 剛剛大使特別幫我們提到 所以接下來要關注就是 因為川普他一直都很想要趕快結束這場戰爭 那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看到現在烏克蘭內部最新的民調 一共是兩份 都顯示現在大家好像已經不想打了 想要做和談 我們來看到具體的數字 第一份民調 百分之五十二的烏克蘭人 希望儘快地通過談判來結束跟俄羅斯的戰爭 現在只有百分之三十八的民眾 認為說要堅持到底 這個數字我們來看到是百分之三十八想要打 那對比兩年前 當時有七成的人說要打 你就知道這個數字到底有下降多少了 另外大家對西方的信任度也是持續的下墜 現在只有四成的受訪者 他認同美國領導人的地位 好 剛剛提到了 百分之五十的民眾都希望和談 到底怎麼回事 因為他們支持川普的和談計畫嗎 還是因為他們對川普真的沒有信心了 所以乾脆趕快談一談判吧 趕快結束吧 老師怎麼看 從民調的一個解讀來講的話 大概有幾個面向 第一個面向來講的話就是 其實這個俄烏戰爭已經打了兩年多了 那就烏克蘭的民眾來講的話 已經平臨崩潰的一個邊緣 那整個容忍值大概已經到了極限了 那所以呢 想透過談判解決戰爭民眾 會越來越明顯 越來越多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也就是說呢 相對多的烏克蘭的民眾 可能會認為就是呢 這場戰爭如果再打下去的話 俄羅斯 戰勝烏克蘭的機會是比較高的 那第三個解讀就是說 可能也有相當比例的烏克蘭人 他們會認為就是說 這場戰爭基本上 烏克蘭它只是一個 代理人的一個角色 也就是說作為美國跟北約國家的一個代理人 然後在這個戰爭持續的過程中間 去削弱俄羅斯的一個力量而已 並沒有什麼 對俄羅斯 並沒有所謂 對烏克蘭它實際的一個有利的一個效果 那第四個來講的話 你也可以去從民調裡面解讀就是說 烏克蘭相對多的烏克蘭的民眾 可能對拜登已經非常非常不耐了 那所以呢 我覺得他們是比較期待川普上台 因為畢竟川普他的政見裡面就宣誓 他上台之後二四小時要解決這個戰爭 所以呢 一般的烏克蘭民眾他會比較多期待 川普上台之後 雙方真的能在談判說上面 去透過彼此交換的一個 形成一個最大的一個共識 或者是那個雖不滿意 但大多都可能接受的這樣的一個共識 儘快去解決戰爭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他們對於川普上台 借由談判解決戰爭的期待是高的 好謝謝劉老師 好所以我們從劉老師這邊特別來看到 就是烏克蘭現在民眾 確實已經瀰漫著這種低迷氣氛 他們不想要再打戰了 我們持續看到其實呢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低迷氣氛 看到戰場上俄羅斯的軍隊因此 越打越猛烈 現在在幾個地區包括了在庫斯克 發起這個猛烈的進攻 是讓烏軍的防守線幾乎要瀕臨崩潰了 尤其畫面上看到這個紅色字的地方 馬來亞諾克尼亞地區都受到了攻擊 好我們請紀文總編來看 現在進入冬天了 你看俄軍打得這麼的猛烈 烏軍有沒有抵不住的一種態勢 你怎麼看 那我們知道俄軍他的特色就是 他非常適合在冬季這種寒冷的氣候作戰 他的這個包括武器裝備都非常適合 這樣的一個作戰氣候的一個條件 因此冬季對俄軍發動持續的攻勢來講 沒有任何問題 而且就整個戰局來看 我們大概可以梳理一下 包括庫爾斯克 那烏軍已經節節敗退 他有一大部分的部隊 好幾千人其實目前在庫爾斯克 大概偏北的地區形成被包圍之勢 那這個包括俄羅斯和北韓的一些軍隊 那還是在加強他的攻勢 如果這一些部隊被包餃子的話 我想對於烏軍來講 他人力的損失會更為嚴重 事實上不只是庫斯克 還包括剛才講到紅軍城 還有像這個庫皮揚斯克 尤其這個地方是接近哈爾科夫這個地方 此外扎波羅人 幾乎每一條戰線烏軍都承受很大的壓力 也只是這種低迷氣氛還會持續 20日當天傳出的 烏克蘭確實發射了多枚來自於英國製的 暴風影巡弋飛彈 攻擊俄羅斯它的境內的相關目標 路透社特別點出 俄羅斯的戰地記者他們在當天 Telegram上面特別發布了一段影片 就是在記錄了當時這個導彈轟炸俄羅斯庫斯克地區 發出的這個轟天巨響 可以聽到至少發生了14次這麼大聲的一個巨大爆炸聲 另外還有一個同樣也是來自於Telegram的頻道的消息 是親俄的Telegram這個是Two Majors 也說烏克蘭向庫斯克確實發射了多枚 它這邊點出了12枚的暴風影的導彈 而暴風影它可能是第一次首次的用在了俄烏戰場上面 所以備受關注 它是一款英法聯合研製的巡弋飛彈 最大射程現在看到是250公里 比ATM、GNS再小一些 被認為是主要可以打擊堅固的掩體和彈藥庫的理想武器 那麼它的造價的部分 現在看到是將近100萬美元左右 針對這一起攻擊 我們來看到各方來做一個表態 首先英國國防大臣希利 還有烏克蘭國防部長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 都拒絕針對這個攻擊來做任何的評論 這就很奇怪了 我們要來探討的是 英國甘願暴將的風險可能惹怒 普丁還是要發動這個暴風引飛彈來做攻擊嗎 那暴風引飛彈它的這一款戰力的部分 打擊力到底能夠達到什麼樣的一個戰術效果 如果真的要打擊俄羅斯本土 為什麼只打庫斯克 賴老師怎麼看 首先我們看到這款導彈 它基本上來講可以裝極速炸彈 所以它對於地面的這些人員可以造成比較大的殺傷力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就是說它如果裝這個專地站 它就可以對於這些機堡或者是對於這些彈藥庫 尤其是有兼顧防禦的彈藥庫進行專地的一個攻擊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就是說它雖然是巡弋的一個導彈 但它的飛行的速度是比較快的 它不像一般的巡弋導彈飛得比較慢 它這算是飛得比較快 目前來講很有可能就是英國提供給烏克蘭的這個導彈的時候 有把它的這個作戰半徑把它縮短了 因為它如果是在英國跟法國來使用的話 它的作戰半徑可以到500公里左右 所以它很明顯地去把它縮短 大概在250公里到300公里左右 就是避免這個烏克蘭把這個武器 例如說往庫爾斯克的前方再往上推 那就會威脅到這個莫斯科的安全 那因此它在英國跟美國 他們提供給這個烏克蘭的時候 又對它還是有一些限制 也就是說你雖然可以打在俄羅斯的領土 本土內但是不能超過庫爾斯科 不能到莫斯科 那也就是說你可以把戰爭升級 但是是有限度的一個升級 那這個部分的目的在哪裡 因為這個是拜登要卸任之前 所送給川普的一個禮物 就是說讓你來玩玩看 你到底能不能24小時內解決惡物的戰爭 我現在已經把戰爭升級了 那升級的目的在哪裡 在挑戰普丁 因為普丁之前他有提出來的是核威責 核威責的意思也就是說我威脅我使用核武 但是你不一定知道我真的會使用還是不使用 可是你可以先判斷我會使用 那我這樣的一個目的是希望來嚇阻你不要做這些動作 那嚇阻你不要來做什麼動作呢 就是你不要允許烏克蘭使用你提供給烏克蘭的這些遠程的導彈 例如說美國來講就是ATA CMS 然後英國來講就是暴風陰影的這個導彈 或者是荷蘭丹麥的F16戰機 就是你不要使用這些武器 那一方面也是威脅烏克蘭不要使用 也是威脅相關的提供的國家 所以它擺出一個就是核威脅的一個戰略了 那俄羅斯他的核威脅戰略是怎麼來實現呢 他怎麼來運用呢 他是透過他的外交部長 透過他的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 透過他的國會的這個議會裡面來放出這個訊息 說一旦使用 那這個戰爭就會升級了 這個就很有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或者是俄烏的這個歐洲的戰爭的第三次的再發生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 普丁的這個動作就等於是表明了 他可能會使用這個核武 你信還是不信 你信了你不敢用 那他的核威脅的效率就達到了 但是如果你不信 你使用了 那這個就挑戰普丁了 普丁開始被挑戰了 對 要不要用 也就是說普丁要用還是不要用 如果普丁不用 那普丁就不是核威脅了 這個叫做核威脅 就我騙你的 然後結果被你看穿了 所以本來普丁 當天還簽了一個核武使用的標準 把它降低使用規格了 那意思也就是說 對於核武國我一定會使用 對於非核武國 但是有核武國的支撐 我也會使用 那這樣的範圍就擴大了 可以在烏克蘭的本土 也可以在相關的國家 包括荷蘭 包括丹麥提供給F6戰機的國家 我不排除 我也使用核武 或者是美國有駐紮在歐洲的國家 然後那個國家它本身沒有核武器 但是美國有核武器放在那裡 例如說像德國 像義大利 那俄國也可以使用核武來對付這些國家 好像範圍變得很大了 那好像俄國普丁可能會使用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看到華爾街的股市就波動了 就嚇到了 這個戰爭可能會擴大 結果再回頭看一下美國的五角大廈 說我們維持平常的一個狀態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 美國跟歐洲的評估 好像就是說我們沒有要把核武升級了 那沒有要把核武升級 那現在等於是普丁是核而詐了 那華爾街股市又回來正常了 又開始正常的運作了 那現在球已經又丟到了普丁手中了 普丁握了這個球該怎麼辦 以現在戰爭打了一千多天 如果普丁的威望、誠信受影響 也就是所謂的戰鬥民族的戰鬥 不怎麼戰鬥 那這樣的話 這個對普丁在國內的聲望會受影響 這個對於還在戰爭中的俄羅斯的 統治階層來講並不利 可是問題是在於 它只在於庫爾斯克這個地區 庫爾斯克是交戰區啊 那為什麼不能使用呢 因為不是在於這個交戰區 外新、土地來進行打擊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普丁來說的話 他到底該怎麼去處理 我覺得普丁在面臨挑戰 這也就是這個拜登 故意給這個特朗普、給川普下一個套 看看你普丁要用什麼方式來反應 然後會不會把這個戰爭外溢了 然後再看看你未來的川普能不能接 如果是美俄直接衝突的話 那我為什麼要把權力交給特朗普呢 交給川普呢 因為他還不適合來接總統嘛 現在的局勢還不穩定嘛 好所以這個普丁接下來是 何威哲還是何威哲我們就要持續來關注 那剛剛特別提到啊 普丁他這個何威哲主要就是來反制 就是美國的ATMS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來自於英國的暴風飲 這兩個現在目前都已經正式的用在戰場當中了 第三個就是丹麥 我們現在要來關心的這個 他的F16戰機 第二批說是19架會來慢慢做交付 現在是第一批已經6架交付了 那丹麥的首相也證實說 接下來一批一批都會持續的來做交付 我們看到烏克蘭現在有了西方的各種武器 那俄羅斯他方面又祭出了哪一些攻勢 其實在晉級他的攻勢也非常的多 包括他動用了140枚他的飛彈 900多枚他的航空炸彈 跟600架的無人機 這樣子有稍作平衡這種劣勢嗎 而俄羅斯自己內部他的飛行員問題又有沒有解決 委員怎麼看 光靠6架F16或者19架F16 說要改變戰局 這個可能性是等於零 因為你這個19架也好 6架也好 或者24架也好 這個是老舊的F16戰機 已經飛行了很久 包括丹麥交給烏克蘭都是老舊戰機 老舊戰機會有幾個問題就出現了 第一個烏克蘭有沒有足夠的維修能力 以及零件的資源能力 第二個烏克蘭有沒有足夠的戰鬥機 的飛行員 飛行員如果是失事或者被擊中了以後 要替代的困難度是很高 所以必須要有很多的備胎才行 再來就是說你F16在烏克蘭手上該怎麼用 第一個你要怎麼去突破到俄羅斯的空防 到俄羅斯的境內或者戰場上去攻擊 俄羅斯的軍隊或者其他重要的設施 這本身難體就很高 因為F16不是一個太先進的戰機 第二個就是說你F16能不能像在 以色列的使用一樣 可以使用用來攔截飛彈導彈 以目前他們提供給他的這種 反攔截的這些導彈可能還有一點的問題在 所以我不論F16可以平衡 目前烏克蘭手處的弱勢 而俄羅斯發動的大規模轟炸 現在只是在反應對於這個 Attack MS就是所謂的陸軍戰術導彈 這一款導彈已經打到俄羅斯本土上面 給美國的一個答覆而已 至於說會不會產生核而詐或者是核威責 我覺得現在叫核軟弱 因為他信誓旦旦講得那麼大聲 有永和的國家如果提供武器給烏克蘭 那打到我本土就似同怎麼樣 似同作戰 我已經用核儲去回應你 沒有啊 那個五角大廈的余服很輕鬆的樣子 他在波蘭也有美軍基地 在玻璃的美軍基地 那頂多就是害怕這個基輔的美國大使館被炸而已 美國大使館沒有什麼戰術的意義 你打個大使館就空房子幾個外交官 防空洞一躲就沒事 那是象徵性的意義多於什麼 軍事上實質的目的 花那麼貴的武器去打一個沒有用的大使館 那實在太浪費了 所以我記得看下一波現在暴風營又開打了 那接下來這個我們就看德國的金牛座會不會再來啊 可是剛才賴教掌對 現在牌已經回到了這個普丁身上 那普丁是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因為他的國內除了他以外 其他都主張用核主器 就他一個人不主張 所以當然他的權力還很大 即使主張不同還不至於動搖他 所以他裡面就故意利用幾個文字條款 俄羅斯遭到極其嚴重的攻擊 那他說這還不是很嚴重啊 嚴重不嚴重是我認定的 不是有沒有被攻擊 那至於他要不要反擊美國 要不要反擊英國 針對美國英國發動反擊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疑問 很大疑問 那如果他發動攻擊 美國英國要怎麼回應 又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不過只要第一顆核主器在歐洲開花 那全球股市都會大跌 然後這個美元會上漲 因為歐洲的資金會跑到美國去 然後全世界有一個國家會獲利 叫做中國會獲利 為什麼 你給我課關稅 你先需要我的戰備物資啊 對不對 說難聽一點 從軍人穿的衣服到濕袋 通通到大陸供應 所以對於這個歐洲來講 就會跟美國都會陷入無比的困境 所以我只能說普丁加油 好普丁會不會針對接下來這個美英 來做反擊 我們就要持續來關注 但是確實現在呢 不管是美國或者是北約國家 現在都非常的緊張 先是來看到美國 確實他現在把他這個駐基辅的大使館 就開始關閉了 因為美方有獲得情報說 接下來會有重大的空襲 所以20號開始是關閉的 那北約的國家也做了同樣的決定 那這北約國家當中 包括了希臘、中亞利、義大利 跟西班牙 都是關閉了使館 那現在還有烏軍的這個軍情顯示說 俄羅斯正在打的是心理戰 所以他也特別在社群媒體上警告說 不要相信這一些流傳在市面上 飛彈會威脅的假消息等等 好我們想要特別請教羅斯 就是美國關閉大使館 也不是說一次兩次也常常做這樣的決定 關閉以色列的使館 那這個標準是什麼 美國是真的探知到有一些些的危險性了嗎 標準是有沒有具體的請示說 這個地方會有被攻擊 每一個大使館都有安全部門 安全部門是來自國務員 那另外有海軍陸戰隊的警衛 那第三也有中央情報局的人員都在 每個大使館都有相關的人士 所以如果他們真的獲得相關的請示 他們就會進行這個關閉的動作 那其實當然是美國不想關閉大使館 因為這個表面上有一點不好看 那就是等同美國很害怕 那當然國務員不想發出類似的訊息 但是如果真的有請示的話 他們就會關閉了 那美國既然是這麼做 那其他國家 剛剛說北約國家也跟進嘛 他們是很相信 他們要給美國免子吧 如果美國關閉 西遊國家不關閉 北約國家不關閉 就真的是沒有給美國免子 所以他是真的相信美國的請示嗎 當然當然 他們會認為美國的請示是最標準